男人在地上画了一个圆圈 示意所有人都不能踏出圈子 否则就是死路一条 一个女人只是走得慢了 结果就被当场射杀 看着下手狠毒的劫匪 众人也是不敢再有任何抵抗 乖乖走进了画好的屁膜圈 然而劫匪却不知道 此时公寓的打手八哥 正躲在一旁刺激而动 他趁着对方不注意 偷偷顺走了劫匪的枪 可谁承想没当过兵的他 根本就不会用枪 甚至连保险都没打开 面对八哥的坦诚 劫匪也是被彻底搞懵了 双方很快缠斗到了一起 好在魏姐及时赶到 配合八哥轻松解决掉了对方 而魏姐原本就是特种部队出身 对付这种角色简直轻而易举 可接下来营救同伴的任务 就没有这么简单了 纵使他们能以一敌摆 但奈何对方的武器火力更猛 众人很快就败下阵埃 眼看领头的劫匪刀疤男 即将对着众人大开杀戒 关键时刻 劫匪连开竖枪 然而大神却依旧是毫发无伤 原来 大神早在不久前 就和贤妹一样变成了感染者 而在变成怪物之前 他们的身体具有强大的恢复力 无论受到什么伤害 都能在片刻间恢复正常 但相对有一个条件 如果感染者不能控制情绪 最终就会变成没有思想的怪物 而看着开始黑化的大神 即将对着同伴们展开攻击 贤妹赶紧上前 用身体挡住了这致命一击 为了防止大神彻底变成怪物 贤妹无奈只能杀了对方 但这也同时 暴露了他感染者的身份 领头的刀疤男健壮 瞬间就对他来了兴趣 他带人将贤妹拖到顶楼 准备切开身体看看里面的构造 然而还没等他动手 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 原来他的手下凡格同样是个隐藏身份的感染者 但和贤妹不同的是 他已经摆脱了所有负面效果 起初贤妹还不理解 但在凡格的介绍下 他终于知道了所有的来龙去脉 简单来说 就是官方研发了一种病毒 感染者会因为内心的欲望 最终被吞噬变成怪物 比如渴望强壮的亡灵塞恩 又或是追求速度的博尔特 从感染到变异为期15天 但只要能挺过这个时间 就能得到进化成为全新的人类 而贤妹之所以没有变异 也是因为在这期间 身边不断有着同伴提醒 好让他时刻保持清醒 而今天也正是变异期限的最后一天 作为同类的凡格 本想让贤妹跟自己离开此地 可他却不知道 贤妹和同伴们一路作战以来 早就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又怎么会甘心放弃同伴 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凡格就突然意识到 这些人就像是贤妹的牵绊 如果不杀光他们 贤妹是不会放心跟他走的 于是他表面假装顺从 背后却暗示冷枪 一个个幸存者被凡格猎杀 贤妹更是被打得毫无反手之力 可万万没想到 就在此时天降一想 而贤妹也终于迎来了 最终的暗意形态